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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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地方 一辆汽车驶入 我们都是从上海来的 不远万里来到珠峰 世界的最高峰 对吧 这个是大致量给我们的享受 最美的美景 来过西藏珠峰了 别的地方都不要去了 这是一只在拉萨 临时拼城的旅游团 你们是住几号帐篷 54号 帐篷营区内 有59间供游客住宿的帐篷 他们按数字顺序统一标记 方便游客入住 我体租工人63岁 也赶过来了 冒着风险过来了 会有什么风险 高级反应 上海人讲得很可怕 到了那里 吸着珠峰的人死掉了好多 是吗 去呀 现在感觉升级 一定没有什么 我还好跳舞来 我还好搞个动作给你看看 好吧 搞个动作给你看看 63岁了 怎么样 做什么事不要怕 老人邀请设置组 跟随他们进入帐篷参观 进来了以后感觉不差 不错的 很好 我们怎么说呀 前面四个女生 后面那两位男生 联网呀 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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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姓吗 是 就161还是L1 如今的珠峰和外面的世界联系 越来越紧密 3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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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区中间一座绿色建筑前 站着一群人 几天能寄到呀 10天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很有意义的 买的明星片寄给自己的好朋友和亲人 还有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她来自南京和同样喜好轮滑的朋友们租车来到珠峰 我们都在布达拉宫广场滑过了 我们准备是那条路上去滑的 这条四年前修的柏油路 使游客可以更方便地来到这里 我们也没想到能在海拔5000多米滑行 我从来没有在这边滑行过 别说滑行了 你就说走路喘气都有点困难是不是 但是我们已经克服了 麻雀虽小与葬俱全 每个帐篷门口竖着一块粗糙的木板 上面用藏汉阴三种语言标注着旅馆名称 随意走进一间旅馆 温暖的藏式床铺 常用的抗高反药品 氧气罐热气腾腾的酥油茶 藏式面条应有尽有 旅馆内吃住很便宜 一人住一碗八十元 炒菜一般在二十五到三十五元之间 随着游客节俭出行的行愿 这是在七十二个小时里 透过镜头展现的世间百态 跟演员打 演员打我们 演员杀我们 每个故事都似曾相识 却又不尽相同 有人潇洒 有人感恩 也有人暗自神商 他们带着各自的故事 或烦恼 或兴奋 或憧憬 我们在演出就看到这个景象 就震撼了 我想我可不可以爬 来到这世界最高的地方 最接近神灵的地方 请大连找老师 我是纪念面见面的人 他不爱你 你为什么要爱他呢 因为同志力更胆一打动 再不可以可能 永远都没有这个机会 丢掉烦恼 平静心灵 解读每个在途者的情感 在珠峰大本营 珠峰旅馆是不接受预定的 因为五千米以上的海拔 确实不是每个人都能适应的 就算已经到了帐篷旅馆 也可能会因高原反应严重 而下撤到定日线去 帐篷旅馆里 总弥漫着一种独特的牛粪香 为了保护高原环境 帐篷旅馆的主人们 只选择用牛粪当烹制的燃料 绝不会使用其他的化学燃料 正是在所有人的努力之下 西藏仍拥有今天全世界 最纯净的空气 珠峰大本营海拔五千二百米 是游客观看珠峰核心地带的生活区 在地上看珠峰跟熊尾在天上看珠峰 可能是另外一个角度吧 因为独特的气候 帐篷旅馆区每年仅在四到十月开发 一个下面的那个石碑拍照 然后后面往前面走 有一个落日的那个什么晚霞 左边是有光的 右边是没有光的 山体整体突出来了 再上天亮 这里是观看星空的绝佳场所 虽然已进入夏季 夜间气温仍接近零摄氏度 帐篷区的空地上有不少游客 有两位穿着军大衣的人 我这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银河 我拍过桂林的银河 拍过河北张家口的银河 都不如这边的银河这么清晰明亮 他们是桂林理工大学的大四学生 这是毕业旅行的最后一站 当我大一第一次认识他 他掏出了他 在青藏线上拍出的藏羚羊 那个时候我就约了他 我说下次有机会 我们再一起去 四年后和同学一起重返西藏 他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 四年前可能刚刚中毕业 接受的教育也不太系统完善 那会儿感觉青藏线上也就这么回事吧 但是经过大学四年的学习之后 发现原来修这样一条路真的不容易 这一次来真的没有辜负来到这里的这个愿望 因为更加加深了我对我们祖国的热爱 真的我们祖国可以在六月整个月份 你可以看到春夏秋冬 这么好的国家 这么好的祖国 我们一定要热爱他 真的 有一位正在西洋的姑娘 她是成都人 这次旅行并没有经过特别的准备 因为我这次出来是 蛮着公司的人出来了 蛮着老板出来 因为工作上很多反应的事 然后真的想放弃所有东西 然后就真的是听一下自己的声音 然后来西藏看一看 因为大家都说这里是一个计划心灵的地方 工作以后她经常这样一个人旅行 其实照理说的话 像我家里的情况是不允许我出来的 爸爸就很早就走了嘛 然后我家里面有一个妈妈慢慢就生病 因为我妈妈生病了以后 她没有办法去其他的地方 像我每到一个地方 我都会给她发很多的视频 然后就告诉她 其实我可以代替你出去玩 因为她想出去玩 但是没有办法的 身体里也没有办法出去玩的 一次经历生理和心理折磨的旅行 对自己有着独特的意义 跟那些景点比起来的话 珠峰真的给人的感觉就是 这一辈子真的人真的要来一次 来了一次你才知道自己是谁 你可以遇到什么样的人 很多事不是你想的那么困难跟复杂的 人生真的没有那么多的烦恼 拍摄第二天 一位提着一捧树枝的藏族姑娘来到石堆前 她来自附近的村子 是这里一间帐篷的主人 只见到石堆前 是佛山家链人 在几岛里云上诠采 但是整个草室 是在蛋白池上 是在几岛里云上的稳黄 因为让我吃到了 这个草室 那个草室 都在干什么 在糖尖里云上 就是这是 草室 就是 草室 我 那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自己曾经许下的一个诺言完成了 我现在很高兴了 又到了观察星空的最佳时间 我一个人 哇 一个人就都过来了 脑子很大 来拉萨的时候 其实整个人的情绪都是很糟糕的 他是成都人 刚刚辞掉工作 一个人来到西藏 就成都现在怎么说它发展太迅速 可能各方面的工作啊 房子啊 然后考虑的因素太多了 然后就会觉得自己很疲惫 然后就想逃离那个城市 然后来到这边 西藏 原本是他和前任约定 要一起来的地方 因为怎么说我们是结婚了 然后现在是我一个人 因为我听我朋友他们说 来了以后会有看到星空会很漂亮 会很开心 所以今天我运气比较好 我就十一点多的时候 我出来还看到有流星 四个月前 他向丈夫提出离婚 来拉萨这么美的地方 会想跟他分享 但是也找不到理由跟他分享 所以就默默地发朋友圈 你都想让他看到吗 想啊 其实我们感情还在 只是因为很多事情 没办法在一起 男人没有伤进心是真的很可怕 所以就选择了要分开 对 好冷 这个风口 反正都是过去的了 我现在见一个来拉萨 我觉得其实也是挺勇敢的 真的算是挺勇敢 其实 很多事情我没有对家里面 的人见过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 其实都是愿意报喜不报忧的 好冷啊 祝你幸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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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三月到五月 是珠峰春季登山季 这个时间段 珠峰气候相对温暖 视野比较清晰 下雪或下雨的可能性 也比较小 因此许多登山爱好者 会选择这个时间 试图征服世界第一高峰 只是这项勇敢者游戏 如今正变得越来越致命 拍摄第三天 一早 有一位在地上堆石头的女子 叠石头就是一种祈福 那我觉得大老远来到这么远 可能就是 为家人做一个祝福吧 对 对我来讲 不是什么宗教含义 而是就是 你知道就是那个 你看到那个 圣母峰 就是大自然的力量 然后跟你叠的那个石头 一个 你知道一种 对应 对我来讲是一个connection 自己跟自然的连接 就是人永远不要忘记 我们是属于自然的一部分 珠穆朗玛峰 位于中国和尼泊尔的边境线上 四年前 他曾探访了尼泊尔境内的珠峰大本营 有点像一个地球 你在地球这一头的时候 你有时候会有一种想象 地球的那一边是什么样子 那我在另外一边的珠峰 我就想象说 那个珠峰的另外一边 是什么样子 就很有趣 因为就是 那个珠峰是一样的珠峰 只是你去的地方不一样 就隔着一座山 它的文化 就也已经完全不同了 你知道像那个 耶路撒冷 你那道墙 阻隔了 一边是以色列 一边是那个巴勒斯坦 这一次 他从北京来到西藏 准备在帐篷营地停留一天 因为这边的生存环境很艰难 所以我们才可以保存这么美的自然 如果它的生存环境很容易的话 可能这些自然 可能保存不到50%吧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自然的 你知道它的Defense 它的一个跟人类的对抗 它一直默默在那 但是我就是不给你氧气 你能怎样呢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个地方 你的一种反思 不光是美景吧 可以有更多的 对自己的一种 我们到底干什么了 你知道吗 对不起 话有点多 对不起 话有点多 上午九点 一辆摩托车停在了营区中间 一个人起个摩托车 慢慢跑 跑过来 他来自广东 一个人骑行8700公里 来到帐篷营地 我这个人性格比较孤僻一点 所以我上次都穿在自己的内心 就像这一次 突出出来旅行的话 就是排解一下自己的烦门 开解一下自己 你看你我们讲一下 您的烦门是来自哪 当生 农村家庭自己比较 应该不行嘛 怎么说呢 内心比较孤僻一点 就是说 对过人的问题没解决 工作的也不怎么如意 人生的第三个本命年 他利用一个月的时间 在路上骑行 以前到二十多岁的时候 那时候 就是一个小分布 就这几年就是不如意 就改变了好多 就好像在旅行之后 自己的心情能够平静下来 稳定下来 就这样对自己好一点 毕竟选择了 一个人旅行的话 毕竟还是承受很大的孤独的 哎呦 你想起以前 那不堪的往事的话 那你很沮丧啊 如果你心中没有一个希望的话 你走不下去啊 对吧 傍晚 一辆汽车驶入营地 哇 什么感觉 就那边 看一下 看不到啊 我眼睛不好 这些人都拿出来了 这是出来做命业的 他们是夫妻 来自重庆 其实我们情况是这样 因为我的眼睛不好 有一种那种遗传病眼睛 所以我希望能带他 就趁他看得见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出来走一下 前面我能带他去一些 不一样的地方来看一看 所以说才选了这些 什么珠穆 南马棚啊 这种之类的地方 就看起来就是觉得 难度比较大的地方 然后先来经历一下 对啊 要不然以后你说 眼睛也不好了 看不清楚了 出来不方便 结婚前 他得知丈夫的眼睛 将在三四年内失明 却依然没有改变决定 我们现在还是比较勇敢的 本来我之前就是 想着那个音乐旅行 之前就想住在 可以也不一定非得要去 所以说我来 我其实没什么感觉 因为我看不清楚 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样子 就只是白毛毛一片 我还是蛮佩服他的 我觉得他心态很好 然后一直都是一种 积极乐观向上的那个 然后我就觉得 生活应该是这个样子 待会去看看落字的草皮 这只是白毛一片 该打卡的还是要打卡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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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来自广东 是一家企业的高管 二十年前曾来过一次西藏 二十年前也是觉得 西藏这地方特别神秘 特别那个 那么谁都想到西藏来转转 基本上差不多把条命送在这 我最后送下去的时候 日喀哲的主人就说 行 你个儿高 你牛 再过半小时 你甭来了 因为高原反应而被迫终止旅行 他一直期待重返珠峰的这一天 我现在回去我就打 打报告我就说我正式的退休了 你没发觉吗 到西藏来的 基本上这东西能上瘾的 我的很多朋友都是来了七次十次 里面在拍的那个 已经过来了二十七次了 再次和珠峰相遇 人生已进入新的阶段 对眼前的风景也有了不同的理解 珠峰我觉得变化不是特别大了 整个地球对于人类来说 它的这个 恒定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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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跟人的这个东西差别太大了 珠峰永远是珠峰 我觉得它不会有什么变化 山永远在那 人只是有时候想自己给自己设定一个愿望 去努力去争取看看能不能实现而已 好像我的生活比较简单 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 但是爬上珠峰以后 我一个人来了拉萨以后 我觉得我不再是一个没有注视的女同学 长到以后我觉得更会哭 因为我知道即使是不停说服 因为我本身是在外面留学 很早就出去然后感觉有些东西是很欠缺 就比如说文化 很多东西是要实地去感受才能感受得到 因为在北京生活压力也比较大嘛 看到他们就是那些朝圣的人 我都觉得就是说 他们已经活得这么开心了 那我有什么理由活得这么不开心呢 拜拜 谢谢 拜拜 近年来越来越多人热衷于征服珠峰 珠峰上的拥堵 也让登山者的脚步慢了下来 许多人在极度寒冷又缺氧的情况下 等待几个小时 这在很大程度上 增加了他们的疲惫感 尽管困难重重 但是对于一些登珠峰的兴趣爱好者来说 他们只是想要记录下自己登山的轨迹 在朋友圈展示自己对极限的努力 目标或许不高 但同样值得赞叹 感谢收看今天的凤凰大视野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